大家好,我是Honey 今天就想拍個vlog的 因為早前很忙很大壓力 所以就想自己放一天 嫁了一些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想記錄一下 如果你也有興趣陪我過一天的話 那我們就開始了 好厲害啊 我竟然有一支粉達可以用到 剩下的東西 然後我就會有很多動力想用它 大家會不會都是這樣的 今天我的行程都很豐富 首先我現在要先為了髮型 然後就出去吃完 吃完後會去 香港藝術博物館 那裡去拍照 因為我看到最近有個展覽 很多雲很漂亮 我的IG有 沒有什麼上帖 我就想過去拍照 再之後應該是大家 最有興趣的行程 我都問他們可不可以先拍 不是一個合作 不是一個廣告的話 大家不斷問我的毛針 我今天會做第二次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說 我會去做眼袋槍 其實我已經做了 為什麼沒有分享呢就是 沒什麼用了 我本來今天是約了修美 因為要出開尖沙咀 但是呢 我又怕跟朋友拍照的時間 會用多了 講不及呢 我就唯有Cancel了 其實 我覺得我有需要修一修眉 通常做Facial我都不會 塗Mascara 令到他們下妝的時候 不用那麼辛苦 而且我很怕下妝不徹底 然後更奇怪 記不記得今年我說過 我小要用到HITPAN為止 然後呢 我就沒有換過胭脂了 每一次化妝都用它 還未切到便宜 很瘋 Chanel Tilbury這個胭脂 可以用到天方地老 在我示範用Chanel這個光影棒之前 我用了Too Faced這個光影打底 因為我發現Chanel的光影棒 都蠻欺人用的 首先你要皮膚狀況很好 看到中間這一畫呢 有一個自然的 好像水一樣的光影 這個就是關鍵所在 如果你對於自己皮膚的膚色 是很滿意 你用它是會感上天花 覺得自己的皮膚 好像水汪汪的光影效果 但如果像我這樣 皮膚顏色比較健康 比較深色 我塗上去 它是有一種 發黑發亮的感覺 你看到塗上去 它是沒有顏色的 可能也是我膚色太深的關係 但它不會帶走底妝和胭脂 你看到嗎 這個光影 它是水光的感覺 不是一個粉 或者是一道閃光的感覺 我們的餵食時間開始了 要有好的一天 首先要照顧好我們的寵物 好了 我整理了 就可以撿袋出門了 因為我出門的時候 頭一出汗就會打回圓形 所以我現在夾圈一點 都是給自己過癮的 一出門很快 我想十分鐘左右 就沒有這些圈子 我帶了一雙花花耳環 之後這個H字的頸鏈 我超喜歡 因為它後面有顆珠珠 是可以較長短的 所以自己的頸粗 也不需要擔心 我想要鎖骨鏈 或者長一點的鏈 都可以調校的 我看到今天的影片 就是藝術館那邊 是雲 你看 整件事是不是很漂亮 藍天白雲 這樣配合一隻呢 超老套 但我真的覺得這個袋很漂亮 好了 我整理完所有東西 就會出門去吃飯 大家可以一起過這個me time 放假的一天 唉 上一上巴士 頭髮夾好了 全部都沒有了 今天我還帶了Canvas這個香薰口罩配色 還有帶了一些小香水 因為家裡有貓有狗 通常我都是出門後才會噴香水 除了白色手袋之外 今天我還帶了一個很大的toe bag 因為要拍vlog 有很多東西要帶 Kiehl's這一款 容量真的非常之大 今天來到尖沙咀Rosewood這裡 以為我變得很有錢 很富貴 吃一個很高級的午餐 我也想 跟我來 帶大家去一間 性價比很高的酒店餐廳 吃lunch的地方 就位於酒店五樓 主要是吃西班牙菜 環境不會過分拘謹 就算我牛記粒的進來 也不會覺得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 這裡叫做Bay Fair Social 應該沒有讀錯吧 我們一起看餐牌 有驚喜的 本來以為五星級酒店那裡 吃西班牙菜一定很貴 但是放眼看下去 很多東西都不用二百元 百多元就可以了 兩個女孩子吃兩小 不敢點這麼多東西 先來兩份小菜 前菜有我很喜歡吃的 山牛肉塔塔 說真的一句 味道正常 沒有太大的驚喜 然後就是八爪魚 一個很signature的tapas 讓我表演一口吃了 反而這個很好吃 不會硬 看我的表情多誇張 來到西班牙餐廳 又怎可以不買海鮮飯呢 這一碟一百二十元 想不到 既然今天沒有優雅的食相 就讓我朋友示範優雅的摺檸檬 酒店就是酒店 超貼心 我去廁所的時候 偷偷地問員工會不會有蠟燭 誰知道他們連生日牌都幫忙準備買 希望朋友喜歡這個生日小驚喜 吃飽飽沿著海邊逛逛 今天天氣實在太好了 現在去拍一個雲的展覽 應該大家最近在Instagram都看到很多 但在我背後藝術博物館 帶大家看看那裡有什麼打卡位 好嗎? Let's go 經常拿著樓梯去拍攝會很尷尬 因為旁邊的人會一直看著你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自己又自然自愈 我怕現在拿著我的袋在旁邊走 進去香港藝術館之後 直接上樓 看到這個天窗心情特別好 我們現在往去遠那邊 有一間木屋那裡 看到人潮就對了 就是那裡了 就是這兩張雲的椅子 遇到好天氣的時候 拍出來真的很漂亮很文青 而另一塊最近很熱門的雲 就是一樓的 看到這個標誌 看到這條樓梯下去就對了 接著你就會看到一個 很大很可愛很棒很治癒的棉花雲 看上去是不是很舒服呢 除了拍照打卡 還可以欣賞一下其他的藝術品 走到口渴我們這些中女的 買養生茶 接著就跟朋友到別了 好了 我跟朋友分到揚錶了之後 我現在就差不多時間去做毛巾賣線了 是在尖沙咀韓國街附近 所以我要幫媽媽買這個 韓國的麵包飯卷 買完就去做妝容了 大家在IG看到多都知道我在哪間做 他們不算開了很久 所以環境很乾淨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梳妝的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梳妝位的 安定好之後就先下妝 然後做一個深層清潔 你們會看到泡泡很綿密 敷著的時候很療癒的感覺 今天我還做了嬰兒針Facial 它可以修復皮膚 變得更白滑 做完好像木殼雞蛋一樣 美容師還會很細心戴上手套 確保在按摩的過程 所有精華都被我的皮膚吸收了 然後就到毛針埋線的部分 我特意給大家看過程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恐怖 不會痛 有點像比橡筋彈一下感覺 我現在這邊 剛剛做完毛針埋線 是不是很大分別 它是提升了這裡 然後你看到線條 是完全不一樣的 真的每一次來都覺得很神奇 我現在就趕快做到這邊 要不然大家看到我的臉是向這邊 軟弱面 現在敷完這個面膜 就做完整個面膜 待會給大家看看效果 敷面膜照光泡 就是根應移針Facial 可以刺激膠原真身 也可以加強皮膚吸收能力 我現在做完面膜 素顏超好 我本身也想著 需要不需要化妝才出回去吃飯 但我現在覺得 完全不用了 大家看不看到 它是很繃緊 因為之前是有少少拋 但現在是真的緊的 晚上約了爸爸媽媽吃飯 不用化妝也可以 可以讓皮膚休息一下 稍為整理一下 就可以出發去下一站 今晚我們吃日式火鍋放題 真的很久沒吃過 大家看得沒錯 我是吃很多蒜蓉的人 吃火鍋的時候 飲飽吃醉之後 我就要回家做回家的好主人 雖然今天去了很多地方 很累 不過我都不可以剝奪 Chopper外出的權利 這一個小時對來說 不算很多 但對Chopper來說 已經是他每天最開心的一個小時 所以無論多忙多累 我都堅持要陪他出去逛逛 希望大家都喜歡看今天這個Vlog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 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逢星期日下午十二點 好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